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喜歡吃傳統中菜 但又想創新 大家便來到這間金鐘的 高級中菜食府度試試 這裡由名廚少德龍師傅主理 餐廳以創新方式 煮出中國八大菜系的經典菜式 邵師傅出身於四川 他擅長運用各種辣椒和胡椒 令菜式辣得出色 其實村式的沸騰魚是甚麼呢 全部都是用油的 但香港人的飲食習慣 當然要有口魚吃魚 當然要有魚湯的配合才更好 首先要選用優質的桂花魚、喜片 醃製之後 配料方面最主要就是純德的魚湯 我們在湯底裡加入胡椒 以及野生椒 可以令湯的辣味和野生椒的酸味 更加開胃 湯熟了烏冬以及聖瓜 食用的時候 我們會撈除所有辣椒和花椒 連湯一起給客人 很美味 很美味 阿Lu,你吃得有辣嗎 看看是甚麼辣,都可以的 這個好像很紅 但好像很吸引 沒錯,這個看起來好像酸菜魚 對 其實它不是,它叫沸騰桂花魚 這個辣有四重 因為首先它用了胡椒和野生椒 煮這個湯 然後再加上辣椒和花椒的油 真棒 我看到它這麼大鍋,很吸引 試試試看 它裡面是烏冬 對,它這個烏冬很燥 對,烏冬 沒有飯那麼喜歡 很辣 真的很辣 你覺得是對的嗎 辣 這裡 感激… 這是烏冬 這是熱茶 真的很辣 不過它帶一點點甜 不是真的辣 我覺得這個辣不像麻辣 沒有那個感覺 但是真的會流在圓口裡 ören… 有一點… 很過癮 沒錯,我先嘗嘗它的湯 雖然它是辣的,但湯喝起來很鮮甜 我發覺它的辣是因為後勁 剛才鮮甜後,慢慢的辣就… 這樣湧出來了 第一口真的甜 然後辣就湧過來 不過是想不斷繼續喝 就是上癮的辣 沒錯,它有惹味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又愛又癢 我覺得這個… 又是我最喜歡的咕嚕肉 我喜歡到我媽媽故意… 過節也會煮給我 但其實有很多功夫 這個很特別,它是用風乾的菠蘿 黏著每一件 因為平時是真的菠蘿 不是,這是假的菠蘿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是菠蘿乾 還有這一汁 對,很棒 像拔絲嗎? 像 對 它是有多了的甜味 而它裡面的甜味 令它增加了口感 它是用半肥瘦的豬肉 你也看到咬下去有一點肥膏 所以那個比例非常好 它巧妙地用了菠蘿乾 它會有脆口的感覺,還有甜甜 我發覺這個甜 可以先中和,剛才我們吃的辣 對,已經夠了火了 還有它的毛花果,因為它的菠蘿肉是炸的 所以加上這個新鮮的毛花果 感覺很清新鮮 突然之間好像健康了 可以多吃一件 多吃幾件,來吧… 其實我們首先選用菠蘿頓龍蝦 而生起了肉 然後加了味道 然後用一個鹹魚漿去炸製 由於是生炸,炸出來的脆脆非常薄 而炸出來後,除了皮脆之外 肉是保持了暖度的 非常漂亮 我覺得它的樣子像天婦羅 對,我想說真的像天婦羅 炸得非常漂亮 也沾了魚香汁,你看到嗎 對 為何它叫鹹魚 就是因為它的皮脆真的炸得超薄 你看到它像天婦羅,但薄得很薄 我這樣炸好像很粗魯 抹太粗了 太粗了 對,也可以,太粗了 先試試 雖然外面炸了 但裡面有保留很重的龍蝦汁 還有一件事就是 平時龍蝦很驚人,有吃咬了很久 但你覺得一咬就已經很柔軟 很鬆 很… 很軟 而且可以淡淡的肉,真棒 比別人更棒 還要吃甚麼 買點真的嗎 因為大家在一起吃 買點的東西 做了一款,比別人更美 我看你一口 整個天氣都要知道 然後在一起吃 我看你吃了 這個按照的菜式 你吃了很多天氣 大家也吃了很多天氣 再吃了一些天氣 我吃了很多天氣 我吃了很多天氣 我吃吃了很多天氣 我吃了很多天氣 我吃了很多天氣 我們的烏冬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由日本麵粉開始搓起 搓完之後發酵16個小時 之後再搓, 再做麵糰 吃下去的口感比較順喉 而且是幼身的 跟外面吃到的烏冬就不太相似 說明日式, 我們第一樣吃的就是烏冬 這是魚白湯烏冬配雞肉丸子 通常魚白湯可能是拉麵 但這次我們有他們自己做的烏冬 也很欣賞他們的小店 自己去手打烏冬 我喜歡它的天幼感覺 我覺得非常彈牙 材料有櫻花蝦、菜、菇 我們先看看這個雞肉丸子 粉量也很重 首先醃了雞肉, 放在烤爐上 所以就會看到焦香 裡面有洋蔥 好, 我們嘗嘗吧 好香 雞肉很嫩滑 完全不乾, 就算放在烤爐上 裡面有洋蔥帶出了甜味 一口肉一口烏冬, 真棒 我覺得這碗湯聞起來很有冬天 很溫暖的感覺 當然要欣賞一下它的手打烏冬 真的非常照顧和單納 真的吃到它是自己做的 你看看湯 它的乳白湯也是在工廠那裡熬製的 熬了幾個小時, 然後再加蟑螂 很好吃, 有點像牛奶的感覺 很好吃 下一個我們試這個蜆凍湯烏冬 他們首先把烏冬和湯煮好了 然後就冷凍, 所以就變成一個冷的烏冬 夏天就非常適合 我覺得它的蜆放得非常漂亮 第一次看到蜆這樣放 通常吃蜆的時候, 會覺得這粒裡面也沒事 但這樣放在這裡, 一定要每一粒都有蜆肉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那個秋葵好像猩猩的擺設 中間有鹽漬檸檬 然後就可以攪拌這個湯 蜆非常新鮮, 而且很清甜 原來這裡的海鮮大部分都在西貢買回來 所以都很支持本地的食材 而且湯很配合, 湯非常清淡 有鑑魚的味道 冷的烏冬, 我覺得令烏冬更香 還有口感, 好吃 我們吃甜品了 除了烏冬自家製之外 甜品的班戟也是自己做的 很有誠意 這個叫玄米茶班戟 除了有三大塊班戟之外 有抹茶糖和黑糖 你會看到的顏色也很漂亮 還有紅豆和大大份量的忌廉 那就適合你不同的口味了 我們嘗嘗吧 很軟的, 一次很滑 好, 我們嘗嘗吧 再蘸蜜糖 我覺得味道有點像抹茶 然後它的蛋味非常香 而且很重 但是最棒的是它不乾 每一口都非常滑 我們這個抹茶金橙梳打 是我們年初的時候 日本茶館的社長來訪問我們的時候 我就請教他 問他現在日本流行什麼的綠茶飲品 他們就說現在日本的年輕人 多數是喝抹茶梳打 或者是其他茶類的梳打 他就說可以嘗嘗抹茶 可以加一些甘骨類的果汁 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 我們再經過三條, 配了幾次 現在這個抹茶金橙梳打 也挺受我們的客人歡迎的 吃完班戟, 當然要喝一口飲品 這裡很特別 有意大利進口的金橙抹茶梳打 很有趣 有自己可以加抹茶 大家都知道抹茶有點苦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口味去加 好, 我先混合了這個金橙梳打 加了一點 突然間自己做飲品好像一口飲品 完全不是我想的感覺 我以為看到這個味道會很搶 但原來跟這個梳打很清新 這個梳打很清新 有這個金橙的甘的味道 真的很好喝, 而且很特別 可以越加越多 其實我不是那麼怕抹茶 有什麼可怕 我以前就是怕會醜苦 但這樣配搭這個甜甜的梳打 乾杯